今晚是集備節目 為甚麼是集備節目呢? 因為我們要講香港回歸 香港回歸的問題最近炒作得非常之熱烈 我們覺得在這個時候應該以正事聽 為甚麼?因為大家知道 就來七一了 七一這麼大件事 我們沒有可能不講 所以我們覺得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目前甚麼叫做回歸呢? 甚麼叫做主權呢? 甚麼叫自權呢? 不悶的 小黃人覺得香港可以是一個獨立國家 但他們是百分之百多的 今天我們請B軍解釋一下 我和A軍會問很多問題 代表香港一些迷惑的小高人去提問 A軍B軍 你們好 好啊 大家好 是呀 大家好 是呀 大家好 就是這樣 之所以 做了一個議題出來 第一 就像剛才阿Sir說 現在是我們回歸25周年 第二件事就著最近回歸25周年 那些書 經過審閱之後 就有些改動 其中有幾本 就是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不是更正 是更正 是更正 更正 沒錯 裡面的四本書 經過送審之後 那幾本書就是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開括公民科的課本 全部明確表示了 香港不是殖民地 在課文中解釋 雖然英國按著殖民地模式管治香港 但是清朝以後的中國政府均不承認不平等條約 並且從來沒有放棄過香港的主權 所以就引致到 到底香港是殖民地還是殖民管治 接著又牽涉到一件事 咦?中國政府沒有承認過不平等條約 也沒有放棄過主權 這真的牽涉到很多概念 剛才我們小小的說 都已經牽涉到有國家 有政權 有主權 有殖民地 有殖民地 有殖民地管治 真是很混亂 到底這幾個是甚麼來的呢? B君 這真的要搞個B君教室 Extra class 給大家 我先講三個概念 要先搞清楚這三個概念 包括國家 政權 regime 和主權 主權 sovereignty 國家 state 政權 regime 主權 sovereignty 這三個概念 搞清楚這三個概念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明白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colony 就是殖民地 什麼叫做殖民管治 colonial rule 然後你才知道 什麼叫做 沒有主權的國家 或者是主權國家 或者是主權國家的概念 明白明白 先講一下 什麼叫做國家 國家 state 簡單說 就是有一個地方 它有在國際法裏面 它有權 去建立一個 一個獨立的主權 一個獨立的政府 去管治一個地方 嗯 它有這個權 很多當地的地方裡面的人民 也都認為自己是屬於一個國家 嗯 就是有兩樣東西 第一 你國際 第一 當地的人民承認 第二 他們有人民 他們有能力 去組織政府 而第三 國際也承認 嗯 三個缺一不可 這個就叫做國家 是 是 在國家裡面來講 會有一般正常的情況之下 一個國家 會有一個政府 而這個政府 我們一般叫做regime 或者家負民 一般叫家負民 甚至乎 會不會叫做政權 或者叫政權 regime 政權 會出現的情況 有可能會出現 就是一個國家裡面 會有多一個政府的政權 這個情況 尤其是一些內戰的情況 會出現一個國家裡面 有兩個或多個regime 政權 嗯 嗯 又或者 是 我選完政府出來之後 就是經過選舉之後 人家國家 就承認另一個政黨贏 而不承認 贏那個政黨 是一個 不承認贏那個政府 是一個政權 我講一個例子 內戰很容易講 就是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 就出現了兩個政府 可以說是兩個政權 一個南一個北 建立兩個打仗 嗯 沒有用的理解 OK 剛才說 為什麼選舉之後 會出現兩個政權 例如呢 委內瑞拉 民主選舉 選完 選完 政權出來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老美那邊 就承認了一個 輸了的政黨 是一個 合法政權 我真是想 極多想不明白 然後那個政權 那個領導人 還要飛去美國 哈哈哈哈 真是很神奇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有出現 就是一個國家 裡面有兩個政權 中國呢 現在 講完整個政權 講完整個政權 OK 之後呢 如果你是一個 國家裡面 就算有兩三個政權都好 而國際社會呢 它們會承認 某一個 某一個特定的政權 是代表著整個國家 嗯 這個情況呢 簡單 用中國的例子 就是 國際社會 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政權 是代表著中國 沒錯 這個就是政權的 是 至於什麼叫做主權呢 主權就是 各 各 政府 各 各 各 國家裡面的 政權 政府 是由 國家 本國 人民 組成 的政府 好 然後 它 它 所做的事情 是 代表著 國家的 自己 本國人民的 利益 去管治這個國家 這個就叫做主權 明白 為什麼 那是否會有機會 國家 這個情況之下 你有主權之後 主權 剛才說了主權國家 政權 聽不到 是的 我們開始 開始了 分析了三個東西之後 講清楚這三個概念之後 我們現在開始講 一個正常的主權國家 就是 那個國家裡面 有一個政權 然後那個政權 是 所做的行為 是為它 國家 的人民服務 這個就是 主權國家 而這個主權國家 它有它的 比如它的 軍事權 它有它的經濟權 它有它的管治權 立法權 行使法律的權力 行使法律的權力 等等 這個就叫做主權國家 OK 那 如果是一個殖民地 開始來了 如果是一個殖民地 就是一個國家裡面 那個政權 並不是由它本國人民 所建立的政權 嗯 而是由一個外族 外國的 外國人 去建立 在建立的一個政權 然後這個政權 是為外國人服務的 耶 那 這一點就是殖民地 理論上 在聯合國裡面來說 這些殖民地 是有權 去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 即是殖民地裡面的人民 即是因為它是一個國家 國家裡面的人民 應該有權去建立 人民自己所建立的政保 是的 所以這個就變成一個主權 就是一個殖民地 變成一個主權國家 明白明白 因為有回自己的主權 OK 那 當你是一個colonial rule 殖民統治的情況 殖民統治的情況 我們會在 我們現在說香港的情況 因為 在中國這個國家裡面來講 由於很多的歷史原因 它是出現了幾個政權 是 包括了現在 清朝是一個政權 沒錯 清朝皇后 有一個 有一個 民國 中華民國時期 沒錯沒錯 中華民國時期裡面 它可以有幾個政權 有N個政權 包括就是 我們所說的 袁世凱的政權 中華帝國 有 對 中華帝國 又或者是他們的軍閥 又可以說自己是一個政權 沒錯 南面那個 蔣介石 要搞北閥的時候 他也是 又是一個政權 沒錯 沒錯 你會見到 整個中國裡面 是有分很多個政權的 去到 去到 1949年的時候 整個中國裡面 主要來講 其實主要 我們經常說 你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的 這個 中華人民國的政權 也都有 逃離去了台灣 的 中華民國政權 沒錯沒錯 這兩個是 比較主要去看到 但是其實 都有其他小的政權 包括了 例如 香港和澳門 有一個 英國的 由英國統治 由英國拿到的政權 在香港那裡 沒錯沒錯 和一個澳門 在澳門 在澳門的一個小的政權 沒錯沒錯 這些都是政權來的 所以這個政權 在一個這麼大的國家裡面 一個小政權來講 這個就是叫做 brar drawn define 即是文統治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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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科目 對 大致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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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 我有問題 明天 阿sir先 其實有一種看法 台灣說北京洗腦學生 新坦的教科書說香港不是英國殖民地 我們從小時候都在說 英國佬說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 你突然說不是殖民地 怎麼搞的 阿B君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有什麼法理依據呢 人們經常說清朝割讓了 割讓了就有主權 有主權就殖民地 為什麼呢 我們要講回一個 一般沒什麼人看的 歷史書都很少看的 就是1943年1月11日 當時二小世界大戰爆發之後 中國和英國當時 中國的那個合法 中國的那個政權 叫做中華民國 即是蔣介石那個 他就簽了一個 和英國簽了一條條約 叫做中英關於取消英國在華 華治外發權及處理有關特權條約 簡稱呢 就中英平等新約 那這條條約呢 就是呢 說他英國會放棄在中國擁有的任何特權 包括他那些租界 和之前所簽的不平等條約 哦 其實是1943年的時候已經取消完了 OK 完全理解 剛才所說的 剛才所說的 就是呢 這條條約 雖然是和中華民國簽 但是中華民國只是一個政權 而已 是不是 但是那時候是 這個中華民國政權 代表了中國 去和英國簽了這個條約出來 那後來 1949年 就是中國打完來戰之後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者中共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了的時候 它是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政權 沒錯 就變回它代表了整個中國 而這個代表中國這一點 就是這個regime regime representing the states 政權代表國家這一點 是得到了聯合國的承認的 嗯 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是聯合國所承認的中國政府 完全理解 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權 是由聯合國承認的中國的 合法代表政府 沒錯 合法代表政權 那所以呢 這條條約 1943年的條約呢 就是這個中英平等生約呢 就會由中國 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代表著中國 都在承認 都在繼承這條條約的 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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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去到1960年的時候 那時候聯合國就有個 不要說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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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看 香港的同光 即是那時候 就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英國那時候 就在當初那個時代的時候 即戰後 即英國基於自己的利益 很希望戰後那時候 保留著 全部遠東的殖民地 即他們說是殖民地 但其實是殖民管治的地方 包括香港 這個 屬於 英國的遠東的海軍基地 和水域中心 那 所以 英國在日本投降前 已經計劃好 迅速派兵收回香港 而且 盡早建立臨時的軍政府 以確立 維持香港的統治權的既定事實 我看維基百科這樣說 那這一點 B軍你又怎樣解釋這一點呢 即是戰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那是不是英國不守承諾呢 明明簽了 就是這樣說 即是 一來 英國它是有 有不守承諾的地方 但是也那個情況就是 它給那個 所謂的那個治權 即它那個regime 它resume 回那個regime 我們重新再建立那個 正在香港的政權 而這一點呢 其實 在某程度上 它是違反了這個新約的 是 又很神奇 又很 歷史的 歷史的 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 這個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 中華人民國 暫時 暫時 暫時有個 那個治權給英國人 但是我們 但是那個主權 其實一直 都是在中國 沒錯 這件事 我看回這些資料 是這樣說的 找資料 大家知道 我很喜歡在節目過程裡面 搜索一些資料 所以經常會有新的更新的 當時蔣介石同意 以中國戰區民軍的 最高統帥身份 委派 記住是委派 委派英國王家海軍的 下國少將 接受佔領香港的日軍投降 由香港恢復本治 在中華民國的眼中 這個主權都是屬於我們中華民族的 這個是一定的 只不過現在是管治的 最重要的 就是英國那時候 是拒絕 拒絕 拿回 拒絕將香港的統治權 給回中華民國的 當時的中華民國 這個就是 無賴 我們看到 這一宗是一個很明確的歷史 就是說 英國 由那時候 1943年 我不知道你解釋嗎 B君 有錯的時候 你告訴我 1943年的時候 其實他簽了 說我已經放棄你的 域內管治權 即是我們的特權 或是主權 現在就出以反應 主權 放棄了 那現在 1945年 就不認數 那些無恥自極 我沒有說錯 是 是 或者是靜雞雞 靠你邊場莫及的時候 出了就是 這些簡直是盜賊 我真的覺得這樣 真是好意思 這樣解釋應該沒有問題 D君 沒有問題 是正確的 是 是 OK 那我們就很清楚 接著呢 就後來發生什麼事呢 1960年代 是的 1960年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 即是 那些去殖民地 那個風 那個潮流很明顯 整個世界在吹這個風 那時候聯合國 就 做了一個 叫做 就 做了一個決議 就要求 各個國家 容許屬下的殖民地 去建立 獨立國家 而 當時候 1960年的時候 有那個決議 就是 香港和澳門都很有趣地 放在那個名單裡面 是 那會不會成為小黃人的理據呢 但是 1972年的時候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 恢復了它 作為中國的 合委一合法政府 合法政權 是 那時候 也拿回聯合國的 安理會的地位之後 沒錯 中國在1972年的時候 要求聯合國 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 將香港和澳門 剔除 在那個 由那個 所謂的殖民地名單 對面 剔除 即是說 自1972年開始 聯合國 承認 這兩個地方 即是 香港和澳門 不屬於殖民地 明白 因為如果你是屬於殖民地的話 你就會有權 去建立國家 剛才我們所說 所謂的殖民地 就是一個國家裏面的政權 是由外國人管治的 由外國人建立的政權 它代表著外國人的利益 這一個叫做殖民地 所以在聯合國的決議裏面 他們就說 你那個聯的那個殖民地 它這個殖民地 因為它那個國家 不是由它自己本國的人民去統治 所以它是有權 去建立一個由自己人民 國家自己人民建立的政權 而這個就是一個獨立的獨立國家 就是去殖民地 所以殖民地 在聯合國來說 它是有權 去建立獨立國家 但是香港和澳門 它本身就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它也不是一個殖民地 而是英國在香港和葡萄牙人 在澳門 它們在港島建立了一個政權 在中國的固有領土裡面 建立一個小的政權 所以它們不是殖民地 它們只是擁有 它們一個政權 就是有一個自權 有一個政權 但是它不是 它是香港和澳門 香港和澳門都不屬於 擁有建立國家的權力 明解 所以是殖民管治 所以這不是殖民 而是殖民管治 明解 我聽完之後 開始有點混亂 不如我用一個比喻 好嗎 例如 你有一間屋 有一間屋 在這裡 那裡 就當作一個國家 但是一間屋 一般來說 只有一個業主 誰知道 在一些情況之下 譬如 業主有很多小朋友 然後 大家 有很多不同的 個個都說自己是 一當家 二當家 三當家 又分成了南遠 北遠 西遠 如果大家去到那些情況 就有很多政權 有很多政權 但是到最後 這麼多個政權 不是很妥 於是 搞搞搞 通常就會搞了 有一個做大當家 那這個 就成為了 一個政權 唯一的政權 如果是爭取得數 就只有一個 而什麼叫做主權 主權 就是大當家 就會為了房子裡所有人的利益 去著想 這就是這個主權 至於殖民地 就是 殖民地 就是你房子很大 有些賊子走進來 霸了你房子 還要說那個地方是他的 但是那個地方是他 在房子裡住的人 就不是他們的服務對象 他們只不過在奴役房子裡的人 以及在拿房子裡的東西 去為自己 那些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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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是殖民地 至於 殖民政權 就是 殖民管治 就是 根本 連那張契也沒有 即是換句話 沒有主權 之前那些殖民地 就是你拿了那間房子 你當了那間房子 就有主權 有那間房子的地契 至於殖民管治 是連那間房子的地契也沒有 不過你是趁大當家 管不了那間房子 接著 就之前 做殖民地 立了主權 現在大當家 拿回房子的家 但是你還賴死不走 在那裡 就在那裡拿著東西 和逃空裡面的資源 奴役裡面的人 為自己的賊鬥服務 是不是這樣解釋 可以這樣說 其實 其實可以這樣 殖民地 就是 把整個國家都納掉 納掉整個家 奴役了你的人民 搶奪你的資源 對 譬如像印度那樣 就納掉別人的國家 整個國家都納掉 對不對 那時候就是這樣 英國佬很流行做這些事情 後來當然要還 包括非洲很多國家都是一樣 這個就是當初的情況 還有澳洲都是一樣的 是吧 殖民管治的 還有 大英帝國的 怎麼說 的成員之一 是不是 這些都是一樣的 但是的時候 對於香港 和澳門這兩個地方來講 就是我們 我們都是擁有的主權在這裡 但是現在暫時的 治權 就不在我們手上 而且 它不是一個獨立國家 它應該還回給我們國家 對不對 這個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中國叫做 主權回歸 我們叫做 恢復主權 恢復行使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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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說 我正在做一些白簽問題 有些人說 清朝簽的東西 關我們什麼事 我正在代替小黃人作問題 我現在都說得很清楚 清朝是一個regime 是 代表中國 而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一個政權regime 去代表中國 所以由於這個政權 代表中國的關係 所以 中國以前簽的東西 理論上 實際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是會繼承它的 哦 即是有承繼權 有承繼權 但同一時間 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亦都繼承了 1943年 中國和英國簽的新約 就是英國放棄在中國的特權 明白啊 和以前簽譜的成果 我又用回剛才的比喻 所以是繼承了兩件事 是 繼承了兩件事 一 繼承了清朝 繼承了當時清朝所簽過的東西 但是他不承認 第二件事就是英國放棄了香港 放棄了中國所簽過的不平單條路和他的集權 我又用回剛才的比喻 即是有一群西人 就走過來那間屋 和這個 打擊 叫做青的大當家 結果青的大當家 把那間房 叫做香港 割讓 給那群西人 這就是當時清朝所做的事 好了 然後大當家就死掉了 那麼再到另一個大當家 那個叫做中華民國 江頭獎 江頭獎就在1943年的時候 跟入侵了那間房間的西人 講訴 你們沒有這些特權的 所有不平等條約全部失效 接著那幫西人就簽了 所以在那一刻那間房間的主權 就回歸回那間屋的屋主 即是當時的蔣江頭 但是蔣江頭做了一團當家的時候 就搞不定了 就變成了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做了當家 所以香港那張主權的屋契 就被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承繼了 是不是這樣解釋 是啊 還有房間的屋契 沒錯 最重要是房間的屋契 而剛才所說的 阿Sir你先 阿Sir你先 是啊 其實有一件事我想說 想B君幫忙解釋一下 就是那個東英聯合聲明的第一條 和第二條 裏面其實在說一些事情 他說1997年7月1號 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還有在1997年的7月1號 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是交還的 為什麼我們會說回歸呢 回歸好像他根本不承認 是的 一點可不可以說明 我可以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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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第一個 我的理解 是觀點與角度的情況 即是英國覺得 一直在香港有一個政權 一直有一個管治權 而這個政權 或者管治權 對英國來說 是他的主權的一部分 即是說他一直覺得 他的房間把房間在他手上 是否意思 是他以為 他不可以說 他把香港 其實他把香港 記得剛才1972年 聯合國的權議 是 就是他把這個權議之後 英國就把這個地方 因為他不可以再稱這個地方 叫做康奈尼 是 不可以說是殖民地 是 他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 Dependent Territory 即是 依靠我們的 依靠我們的 土地 地域 土地 地域 依靠我們的地域 所以 既然是在依靠我們的 所以 我在香港 都會有一個主權 哦 他這樣拼了 我不當是殖民地 不過我改了一個名字 就叫做 Dependent Territory 賴皮 這裏 我一直管過這個地方 現在我把這個地方 交給你 交給你 對 對 就是 明明把屋契不在自己手上 聯合國都決意說了 不過 就自己作出一個名字 自權 就是有這個 的 屋契 我改了一個名字 由這個 康奈尼 變成Dependent Territory 我給你 給你 真的 就像那個租霸 那樣 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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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這樣 就是給你 就叫交還 所以就叫做 哦 明白 但是對中國來說 一直到地區 我是屋主 你這個租霸 爆了一間屋這麼久 你走啊 你踢開你 我告訴你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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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主權 回歸 我 這個 之前 有個租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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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理論上呢 其實把屋契都在我們手上 主權一向在這裡 不過呢 是行使主權的力量回歸而已 沒錯 就是好像有個租霸 直霸著你的間屋 不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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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修水管 又 打爛了間屋 整亂了 等等 那些東西 那現在我就拿回家 回來 我行使 可以在那裏 裝修 撿好家屋 至於呢 那人說 就是明明 不是殖民地 就是沒有了主權 接著他就說Dependent Territory 就曾經想改這個名字 搞逆權侵佔 所以死人都說自己有主權 不過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沒有了 聯合國那裏說了 你自己無緣無故作出名字 所以呢 我們呢 根據所有的聯合國決議 以至 剛才所說的一連串 承繼等等等等 那些大家公認了的做法之後呢 其實 由頭到尾 你將屋契 你在四三年的時候 已經回到回來的了 我們是一向有那張屋契 你改了名字 想逆權侵佔 都不代表你有那張屋契的 所以 九七年 我們是重新 是行使回 將屋契的權益 所以這個就是 叫做 重新 這個 行使主權 就是這樣 這一點 我們就要去看了 那個呢 我們以前有 叫做英國屬土公民護照的嘛 是不是 這個屬土 屬土的公民護照 這個護照呢 其實呢 就是在 在殖民統治的時候 為香港居民中的 英籍人士簽法的 英國屬土公民護照 那時候呢 英國屬土公民的護照呢 將會在香港的主權移交之後呢 是無效的 為了解決旅遊的 這個已經很清楚了 沒有在英國的居留權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是國民嘛 是啦 英國的 可能是和西國的陷阱 比我們 是吧 1985年的時候 就 10月13日的時候 他是宣報 英國屬土公民護照呢 將會是 香港主權移交之後呢 是無效的 為了解決旅遊證件的問題 那時候是旅遊證件啦 那 英國的殖民統治政府呢 就為合資格的香港居民 簽法 簽法 英國國民護護海外護照 就是現在的DNO 就作為旅遊證件的 這個是旅遊證件 方便大家是旅遊的 但是他的名字就覺得很壞 叫做英國國民 海外護照 海外護照 這件事呢 可以看到 英國呢 英國呢 即是其心可諸 還有呢 我們看到 BBC 裡面所說的一些資料的話呢 其實是故意隱藏了某一些事實 不讓大家提到 對不對 所以那些小黃人呢 就覺得 你看看BBC都這樣說了 但是 他定過歷史的現實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分析給大家聽呢 B君說得很清楚 因為我們要將這件事告訴大家 英國是香港 香港是不屬於英國的殖民地的 一向都沒有 我們以前都錯了 現在呢 我們香港的新的教科書呢 才是正確的一個概念 一個概念 是不是 B君 沒錯 我們是更正回 我們一直以來所看的 即是英國佬所說的 那些 語言藝術 我們錯誤的概念 我們錯誤的概念 是基於當年 我們中央不能行使主權 所以就被人散播的留言 這就是七二年開始 聯合國都說 勾了鄉島 出去了殖民地的名單 所以七二年開始 國際上已經不承認鄉島 是英國的殖民地 就是這樣 很清楚我們是恢復行使主權 沒錯 在我們自己的國家 當時 我們當然是回歸 不是回歸是屬於什麼 沒錯 因為呢 交給我們親生子 四三年的時候 簽的合約 已經承認 英國當年是不平等條約地 奪取鄉島 所以 四三年的時候 他承認沒有這些不平等的特權 即是什麼主權也好 什麼權也好 全部都沒有 即是那一刻 主權就在當時的中華民國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就承繼了中華民國的權益 所以 也是生效的 嗯 還有呢 英國佬一直說這件事 是叫做主權移交 這個主權移交 這個說話絕對是錯的 是不對的 因為你都沒有殖民地 都不是殖民地 處什麼權 沒錯 不是英國放棄香港的主權 而是1943年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任何這些不平等條約的權在 沒錯 而當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當時的蔣介石 是委派的英國軍官 是接收過管治權 不是主權 沒錯 沒錯 所以BBC 它裏面所寫的 這個有關主權移交 是完全不同的 不是主權移交 對了 恢復行使主權 和主權移交 是完全不同的 沒錯 沒有錯 沒有錯 找民地遊戲 對不對 即是交一張家契給你 還有說 你這個管理完 離開 我一向都拿開一張家契 是兩個概念 嗯 你是本版的 你叫它叫做粗化 簡單點叫叫粗化 即是其實 概念就是 我一向有家契 今次你交回鑰匙給我 沒錯 所以 美國的媒體 不是英國的媒體 實在令到外國 真的 保心你了 說清楚整個歷史事實 我們是要知道歷史還原歷史真相 你說主權現在只是描述兩國之間 現在香港的雙方不同 英國放棄香港主權 你根本從來沒有擁有香港的主權 從來沒有 1943年之後你就已經沒有了 雖然我們將香港 即是清朝的時候將香港割讓給你 但是你自己簽署了兩國之間的條約 這樣就放棄了香港所有 和在中國裏面所有的東西 如果是這樣 那你上海的中介你又不會拿回來 是不是 你不要這麼愚蠢 這個是一個最重要最嚴重的問題 英國拿 現在你已經日已落國了 他日不落國了 搞清楚 對不對 還有我就要補充多一件事 就是四三年簽那個 其實英國也承認的是不平等條約 不平等條約 其實是簡單一點說 是一個從來沒有合法性的條約 簡單一點說 清朝那樣跟你簽的不平等條約 其實是一張沒有法律效力的條約 四三年我們 四三年的時候我們簽署 你在英國承認是沒有效的 嗯 所以那段時候 就是 由各樣開始到四三年期間 你英國是覺得你自己有主權 但是經過一輪推敲之後 就是去到四三年 就是 你們自己都承認那些是不平等條約 就是其實那段時候 你以為有的主權 你到最後四三年是承認了武效 所以 就是那段時候 根本的主權應該是屬於 清朝以至往後的中華民國 不過 由於還未搞清楚 因為你插了腳下來 簽了一張武效的協議 所以 一向人們以為是這樣 其實由頭到尾的主權 都是在中國 即是在清朝和中華民國 完全是 這個真是很感謝 B君收集了這麼多資料 你看到我們今天說話是非常緊實的 為什麼這麼緊實? 因為我們要一切有根有根 還有 將整個歷史的真實面 呈現給大家 給大家看到 那個真實的情況是怎樣 這一點是非常之重要的 沒錯 你現在英國人 先搞定自己 你的蘇格蘭首席部長 施雅晴 他前幾天表示 他會以合法方式 推動第二次的蘇格蘭獨立公投 我不知道幾望他成功 然後自己 聯邦? 沒有 哈哈哈哈 你都不是用like the kingdom 到時 沒有 kingdom 他還可以說自己用like the kingdom 還有一個不愛的意思 這樣死的 留在這裡 還有一個不愛的 一個不愛的 我們一向都支持不愛回歸 哈哈哈哈 是啊 沒錯 我也是這樣說 記住 不愛如果是回歸回愛爾蘭的話 那個就真的是主權回歸了 香島不是主權回歸 是香島是把主權重新行駛 台灣的媒體都是一樣的 千萬不要覺得我們說錯 搜集多些資料 了解清楚整體的歷史別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就像B君那樣 找出這麼多的資料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要多謝B君 為大家進入暴君的一方 多謝大陸曉飛君幫忙 我們是複雜的概念 我們希望今天可以很詳細地 將這個訊息解說給大家聽 亦都希望大家很注意地 看一看這一集的節目 亦都希望大家 將這條片廣傳出去 讓大家知道我們是正確的 我們應該解說得非常清楚 雖然聲音未必是這麼好 亦都沒有什麼頭像 那為什麼希望大家傳達出去呢 因為這個是以正字體 我相信亦都希望 其他正常的 尋度的主播 都可以將這件事 去講清楚給大家聽 不要一直想西方媒體 去掌握他們的話語權 去不斷去抹割 或者扭曲 歪曲在一些事實的根據 因為他們所講的話 他們是很刻意 在D軍找資料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很刻意 將某一些的點 去隱藏它 這樣很容易中計 因為他說的都是真的 但是他留了一些點 沒有說到 你就會覺得是這樣的 但是看之前 就看之後 那裏面的時候 彈在不同的文件裏面 我們是真的要找出來 才行 如果不找出來 這個真相 就沒有辦法展現在大家 所以這條片非常珍貴 我覺得很適合跟大家說 所以這次特區政府 可以分享給朋友 可以分享給朋友 沒錯 這次特區政府把教科書 跟正是一個非常合適的舉動 這次真的要給我一個讚 這是中央最大的職能 沒錯 因為法律專家真的很多 而且你看到我們 由1972年的時候 當然1949年到1970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國家正面臨著 一個經濟和政治的問題 但是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沒有放棄到 我們自己的主權 所以的時候 在這一點上高 我們很清楚 而且的時候 也都及時 是在我們真的 擔任聯合國成員的時候 第一時間 跟聯合國說 喂 香港和澳門根本就不是 而是殖民統治 但是當初我們一直說 殖民地 其實是被英國人使用的 這一點是很清潔的 沒錯 好 多謝大家的收看 今天時間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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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拜拜